下雨天的阿里山林鐵神木站 幾名遊客穿傘準備踏上月台 這個時候一名富人 突然一個亮槍重摔在步道上 旁邊的同行友人健壯 趕緊上千關心 但富人右手多數骨折 倒在地上痛到爬不起來 仔細放大看 富人左腳不小心 踩到自己右腳的鞋套 整個重心不穩殘摔 站務人員健壯幫忙協助就醫 但事後富人卻提告 阿里山林鐵求償121萬 在這個平面 不是旁邊的高低超 不是這裡 去年9月7號 朱信富人參加旅行社的行程 到阿里山旅遊 在神木站摔跤 他主張阿里山旅遊販售店 推廣的塑膠鞋套 聲稱可以防滑 害他信以為真真的去購買 現在摔傷了 林鐵文資處得負責 林鐵文資處則說 站務員當下都有協助就醫 團報也理賠了13萬元 也強調從未推廣過塑膠鞋套 而且富人根本是自摔 法院財信局處的說法 駁回富人訴訟 這個大家要拿出良心 對 我覺得100多萬 可能有點太多了 可能是 你可能在平地 也是會有這種滑倒的東西 這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對 在阿里山販售店買同款的塑膠鞋套來試穿 上面包裝就清楚標明容易滑倒 小心使用等四樣 打開來看就是個有鬆緊條的 鞋子形狀塑膠袋 沒有尺寸之分 穿起來總會不合腳 真的耶 沒嫌耶 因為是同一尺寸沒得選 過大多出來的地方 真的容易自裁摔跤 只是富人摔跤要主管單位負責 想要上訴讓法官相信 就得再拿出更多證據 多次新聞我是梅 再加以報導 按讚